桃園市眷村最多的时候有86个许多单身来台的荣民呢 在台湾成家形成很多眷村 随着眷村改建啊高龄荣民凋零 许多眷村妈妈仍然是互相扶持 而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来听听龟山眷村妈妈的生命故事 今天我们是包韭菜 猪肉水菜 猪肉水菜 眷村妈妈相约一起包水饺 大家的年纪都大了 身手不比年轻的时候俐落 还好手酸了还有彼此可以接力 眷村妈妈们准备的是今天的午餐 包水饺的手法各有特色 习惯的口味也很不一样 但这样反而让大家更有口福 做这个水饺也有很多口味啊 有的人说喜欢吃胡瓜的 还有高丽菜还有大白菜都有 今天我们这个是韭菜 打开快速炉大火煮水饺 北方人爱吃水饺的饮食习惯也在眷村里传开了 现在年纪大了找到机会还是会相约吃水饺 小孩子都在上班嘛 他现在一个人要吃什么 去买外食买来吃 那不然我们今天来煮水饺来吃了 也可以 还不如下面条来做炸酱面吃也可以 都会这样的 一个人每个都一个人嘛 好他就再记一记 眷处妈妈喜欢吃面食 或许跟早年的环境有关系 部队发的面粉简单料理就可以养活一家子 那时候很清谷的时候 我们还吃那个什么 面疙瘩 就面粉搅一搅 那时候打一个蛋放一点糖 小孩就吃了啦 我们就这样小孩就吃一餐 陆妈妈也说了一个三颗蛋 喂饱一家人的故事 你相不相信三颗蛋可以吃一餐 不加点四口 四个 两颗蛋炒饭 煮蛋花汤 就这样看了 你看到时候真的生活 生活真的很节俭 外省爸爸台湾妈妈 组成了许多眷村家庭 陆妈妈是屏东的闽南人 18岁的时候 嫁给了36岁的陆爸爸 而同样来自屏东的吴妈妈 嫁给了山东人 特别的是她是四川人 但住在眷村的旁边 从小国语台语都很流利 我以前在屏东 我读的小学就是 本省人很多 我们都讲台语 就跟他们学讲台语 所以我的台语也讲得很好 眷村妈妈们 不管是闽南还是客家 也不管是来自四川还是山东 嫁到眷村后 都是相互扶持的眷村妈妈 我们家有困难的时候 她就会帮忙 她很热心 所以我现在都很感恩 就这样 而且要有什么事 她就会帮忙 就叫互相 互相 有些眷村妈妈们到工厂上班 孩子下课后没有人顾 她自己开店 就顺便帮忙照顾 因为我在做生意 她要上班 她就把便当弄好 我再拿去给人家送便当的 就把她拿过去而已 她热好了 我给她装一装给她 大家互相帮忙 胡妈妈也有类似的经验 眷村孩子下课后 经常到邻居拿钥匙 顺便吃晚餐 我们有时候出去 或干嘛 那小孩回来 他们也会帮我们照顾 我们还没晚餐 或是中间没有在家 他们也会叫他们 到他们家去吃饭 也会这样子 龟生眷村故事馆的布置 就像是眷村家庭的缩影 改建的时候 很有远见的猪杯杯 抢救了很多的家具 电器和摆设 现在成为眷村子弟 回忆成长岁月的空间 一进来说 我们以前也有这个电视 对 以前现在没有了 可是在这边看得到 我们以前有菜厨还是一样 都丢了 没有了 可是在这边看得到 外省的眷村爸爸逐渐凋零 本省的眷村妈妈年事已高 但是年轻时候的老交情还在 就算以前不住在鹿光山村 改建国在以来 这里聚集了龟山九个眷村的住户 在这里继续写下 眷村妈妈们的生命故事